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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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经慧众面前先是 终身纯洁 终身纯洁 忠贞职守 尽力提高护理标准 尽力提高护理标准 物为有损之事 物为有损之事 物取福或雇用有害之药 物取福或雇用有害之药 圣守病人及家物之秘密 圣守病人及家物之秘密 结成协助医师之整治 截成医师医师之整治 物谋病者之福利 物谋病者之福利 张永清警示 你这有没有警示 让我们为陈宜君默哀十秒钟 大家闭上眼睛 让我们为陈宜君默哀十秒钟 这是国家在政治的恶斗里面 放任财团以盈利的手段 恶劣的劳动条件 磨杀了我们在底层的每一个老公 我们认为 这些共同死于体制制度结构下的受害人 从2006年 因为错误的备倡政策而死的 工昌制就会会长官秀琴 到最近的大浦事件 大浦阿嬷朱鸿敏 以及张森文 以及捲动了25万人上街的义务义红中秋 以及雅化工会被打压的工会干部们 以及全国官场工人连线的阿公阿妈们 我们都共同的为了这个国家错误的劳动政策 付出了我们生命的代价 我们认为政治人物在这个时候 还要在这里争他们的政治利益权益 放任这个民不了神 放任这些恶劣的劳动体制 坑杀我们底层里面的每一个劳动者 以及他们的家庭 这是全民遍地的工伤 这是全民遍地的国伤 我辛辛苦苦养了22年的孩子 到我嘉义基督教医院工作 换年的时间就有一次自材跟一次自杀 难道说医院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吗 试用期给我的孩子是三个月 可是在我的孩子的日记本上面写 实际给我的孩子只有八天的时间 那八天的时间你让一位新手 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孩子 不像一般已经做了几年工作的人 他所承受的压力 他每天回来要研读 所有有关于开刀房的书籍 还有他还要去适应公司 医院里面的工作团队 还有师医院的学姐们的各种习惯 还要因为医院开不同的刀 他还要去研究一些刀机器什么的 所以他完全没有一个完整的 医院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训练的时间 让他每天疲于喷命的就是要怎么样准备明天的工作 让他的压力永远都无法有松懈的一天 那我希望说 卫福部能够对于嘉义基督教医院提出 惩处 不应该让这样的医院 继续得奖 应该降他的品阶 这些因为都不是陈一军的个案 我们希望卫福部应该彻查全台湾的医院 解决这些适应期缩短 跨科调动 以及违约金的问题 这些护理人员的基本劳动安全问题 如果没有被解决 只会造成越来越多护理人员的工伤 伤亡事件 我们要求把劳安问题应该列入品阶 第二个 我们要求这样的血汗医院不应该省等 第三个 我们要求卫福部应该要主动介入 家机陈怡君的事件 还家属一个公道 医间的事情是在去年1月到2月的时候发生的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有积极去处理 我们也觉得很心痛也舍不得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 跟家机的中间的一个 他们认定职业伤病的一个诉求 我们其实也请地方政府 就是如果陈妈妈就相关的争议的部分 直接的认定提出请求的时候 我们会请地方政府尽力的提供协助 一直到昨天 陈妙琴科长都还在说 他们的权限没有这么大 没有办法把家机叫来 你们说卫福部还是夹急的主管医院吗 主管机关吗 爱抗疫 爱抗疫 现在要说要推给地方政府 我想直在的认定 鉴定 它一定的程序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家属 受到法律的保障 所以其实相关的程序一定要进行 你就代表法律 就是有地方 你这个政府 我们大概就是依法行事 你到底叫他讲家庭叫过来啊 你到底叫他讲什么法律 我想听到整个 整个案都没办法解决 你叫他你有办法解决吗 5月4号我在那边抗疫了 你解决了什么 现在个案发生了 你有讲这个屁话 我们听得下去吗 讲一个具体的 什么解决 我想我们已经 已经请家属 就是进行整个直在认定的 一个程序的一个申请 然后我们直接去处理 这已经两年了 太晚了 而且 判罚将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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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个个案的处理 我们就是依照相关的程序 进行处理 相关的程序是什么 我们不相信 5月10号已经证明了 我想还是 请我们婚礼同仁发言好吗 我们在这里 对 这不差别 我们一起 赵霍市不断说 要严理相关程序来处理 家居 陈业君 不是相关程序 直在的认定 本来就是有他一定的程序 我们也是受害者 我们也是受害者 我跟他都是一样 这样的受害者 我能了解他 你能不能了解他 如果个案的处理的部分 我们有发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请网络 我们跟家属的心情 还讲这个话 怎么解决 快点告诉我们 怎么解决 不要再进入程序了 我们要尸体 怎么解决 进到法律的程序 是对家属最大的保障 不要再进入程序了 我想共和 这不是家属早上的问题 怎么解决 如果 如果 请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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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 已经跟地方政府去 我们赶紧时间 对我们其实会帮忙家属 提出整个程序申请网络 因为包括 包括 可以到 包括对职灾的一个认定 就职业伤病的一个认定 然后对职灾的一个程序的一个 一个审议 这个其实我们 我们都要请家属要进行申请的 还有没有 就是这样的一个先处理 就这样子而已吗 这些部分 这些部分 我们几乎公会已经在协同家属 在处理这些劳保 跟职灾鉴定的问题了 不需要卫生署出来 我们今天 卫生署到底要做什么 因为这是老委会的 在职灾审议的过程 其实他就会请家居直接说明 地方政府一定会请家居 你意思 是不是输入事业主管机关了 是不是 对啊 我们这些 护理人员 是不是要受到你的保护啊 你了解 衛福部 当然是 当然是 那这个怎么办 一个人都怎么办 你要让我们知道整个程序 其实有他的一个 两年了 两年了 两年跑不完的 如果在这个处理程序当中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欢迎家属随时提出来 如果人处你们都玩的话 他就不会来找我们了 消息在哪里 什么说明到这样 什么叫说明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下台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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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这 嗯 下台不休息 下台不休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